随比第二阶段的黑马已经正式现身 不过 江苏队将大改里跌出前十 因为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多只强队由于阵容以及伤病的原因 他们并没有在比赛中发挥出自己英勇的状态 但随着第二阶段的来临 他们的低迷状态也将从根源上得到缓解 就像辽宁广东以及广沙等强队 当他们经历了一个多月窗口期的持续回解之后 他们的整体实力也将开始大幅度的飞温 可在这种情况下 依旧还有两队能够保持出自己的逆袭之势 但他们究竟是谁呢 下面先篮球帝一起来看看吧 毕竟连江苏队都跌出了黑马阵容 那余下的两只球队必然也将成为所有粉丝的焦点 但在这里 粉丝们依旧对这两只黑马球队十分好奇 大家别着急 篮球帝马上就为大家揭开他们神秘的面纱 而他们就是只要让你同期这两只黑马球队 可在这里 粉丝们却表达出了深深的担忧 理由也很简单 这两只球队真的能够在第二阶段顶住其他球队的连番挑战吗 尤其是同期队 就算他们的双子行已经强势崛起 但他们的短板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他们的内线 就算他们有大外援 阿丘尔也不顶用 理由也很简单 当阿丘尔出战的时候 他们的小外援皮特森 必然会被安德版能席上 可当他们的进攻端被对手前面压制的时候 阿丘尔又不能扛起组织与串连球队的中任 毕竟他也只是一名大外援 更别说他还拥有着2.13米的身高 有102公斤的体重 这也就让他在移动方面很吃亏 至于说让林薇与王兰青扛起一号位的重任 从他们两人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来看 他们显然还无法扛起这样的重任 因为不管是他们的球技还是经验 显然他差了点意思 看来他们还得再接再厉 不过 西洋里尔也不能扛起组织与串连球队的重任吗 但这件还真是如此 因为他不可能一直下场征战 他还需要与对面的主席展开智力博弈 既然是这种情况 那同系队也就只剩小外援皮瑟森比较合适了 而且就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他还为同系队攻陷了场均22.1分 7.1篮板 6.4助攻 与1.3强断的战绩 可是当这被小外援出战的时候 阿乔尔又会被安到板凳席上 这也就让西洋里长很难取舍 尤其是与辽宁浙江以及广沙等强队正面遭遇的时候 他们也就更难创造奇迹了 而浙江队呢 他们的情况就要比同系队好上太多了 都是强在了他们的外援方面 他们真正的底腕就是自己的青年军 在上个赛季 如果不是由于小外援格林 在关键时刻 并不能帮助浙江队在进攻端建立足够的优势 他们也不可能在八进四的决赛中 惨到广东队的双杀 但是在当前赛季他们就不用怕了 因为他们牵下的小外援盖利 显然在第一阶段就打出了自己的价值 就算纪念了他已经31岁 但他却拿下了第一阶段的最佳防守球员 而且他更是为浙江队贡献了场景19.7分 8.8篮板 7.25公里 3.0强段的战绩 虽然他的场景得分 还以布莱克尼上有差距 但他在篮下的表现甚至还反超了对内的大外援赖特 这也就让他在赛场上的价值变得更大 不过 从浙江队在第一阶段的表现来看 虽然他们在第一阶段的比赛中连战9连胜 但是当盖利经过一个月穿苦气的持续磨合之后 他一定可以在赛场上体现出自己更大的价值 至于说大外援赖特 从以前的情况来看 他的战术地位显得就比盖利低了好多 就算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中 各队的实力都将取得新的志愿 但浙江队也并没有在川口期原地踏步 而且 王世龙从第一阶段比赛结束后不久 他就带领着球队投入了新一轮的集训当中 因为在第一阶段的收官之战中 林小千在关键时刻的绝杀 显然就让王世龙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既然他都能够在关键时刻扮演关键先生 那说不定其他的小将也能够做到 这不 他就开始仔细观察对那其他的小将 因为在第二阶段 他们需要更多的青年军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 只有这样 这阶段才能拥有更进一步的可能 不过通过上文的所述 我们就能够明显的发现 浙江与同西这两支相对 还将在第二阶段继续扮演起黑马 因为这两支球队丁中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的真正核心 都是自己的本土青年军 尤其是当他们经历一个多月窗口期的集训之后 他们的整体实力未来还将取得新的质变 就算第二阶段的赛程将变得更加艰难 但不论是浙江队也好 还是同西队也罢 他们显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看来 他们还真有可能在第二阶段继续扮演起 对他黑马这个角色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